今天挑战用一口锅,适时之中搞定特别难炖软烂的各种酱骨头 顺便给大家分享几道超级好吃的肉类的炖菜 喜欢吃肉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藏一下 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道我特别拿手炖出来特别好吃的肉类的菜 首先分享第一道最简单最容易上手最不容易失败的一道番茄炖牛腩 新鲜的牛腩我们把它切成大块麻酱大小就可以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先焯一下水 焯水的这一步往往是越新鲜的肉类 你焯水的时候它的血沫就会越多 我们撇去表面的浮沫,这是去腥的关键 配菜准备大概两个西红柿,两个土豆 先来炒个糖色,我托省事直接在电压力锅里面炒了 油热加入冰糖炒至糖色,冰糖的颜色不需要炒得太多,防止会变苦 牛腩放进去三条底下,加入葱姜,山芋,八角,蒸汤就可以了 加入一半的西红柿,两大勺的生抽,一大勺的老抽,两勺的蚝油 翻炒均匀,加入开水,开水不需要加的太多 因为如果你用电压力锅来做的话,它是不怎么耗水的 基本上和肉吃平就可以了,我们选择炖肉键 最新款的这个电压力锅呢,它炖肉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你不用担心它吃吃做小 而且炖的速度非常快,时间到了以后,我们把剩余的土豆放进去,大火收汁就可以了 这个收汁过程呢,大概是20分钟左右 正好呢,我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把土豆炖的非常的软 电压力锅虽然是900瓦,但是你看它炖的这个牛肉简直像豆腐一样软了 这个番茄炖牛腩真的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里面的土豆酥软,牛肉软嫩 再配上番茄的蒜甜味,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加上剩余的番茄,加上盐和胡椒粉调味就可以了 汤汁不需要瘦得太干净,因为这个汤汁无论是半米饭还是半面条,都太好吃了 并想第二道特别好吃的酱大锅,同样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先焯一下水,我们家没有料酒了,我直接加的是白酒 撇去浮沫,另外起锅,先炒个糖色 油热,加入冰糖,炒至找红色,把大骨头放进去 这个过程呢,多翻炒几下,使每一个骨头都均匀的沾上糖色 加上两大勺的豆瓣酱,一勺的甜面酱,葱姜蒜,两个八角,两个香叶 辣椒,花椒,还有一小桩的小茴香,桂皮一定要加 然后把所有的大骨头直接放进地压力锅的不锈钢内胆当中 这两个内胆真的非常非常的厚实,一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是发狼的 不仅使用起来很健康,而且这个重量感觉非常的耐用,能够传家的那种 加入没过大骨头的开水,选择豆提筋键,这样炖的会更加软烂 如果你造型呢,还可以手动泄气,整个碰过程它是没有那种扑扑扑的蒸汽的大声音的 就它整个运营过程中几乎没有声音,同样是这分钟这个肉用筷子轻轻的一加就烂了 所以给老人吃给小孩吃这个软烂程度都是可以的 酱大骨如果你加的盐的量足够呢,这个时候我们收不收汁都可以的 着急吃可以多收一会儿汁或者是浸泡一夜,真的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第三道,黄豆炖出蹄,同样猪蹄冷水下锅加入葱姜和白酒 先焯一下水,撇去表面的浮沫,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焯水之后呢,我们开中小火在多煮上十分钟左右去腥 油热炒香,葱姜,桂皮,八角,香叶,花椒,干辣椒 然后加上两勺的生抽,两勺的老抽,两勺的黄豆酱,两勺的蚝油,一勺的鸡精 一大勺的白酒去腥,直接把炒好的猪蹄放进电压力锅当中 猪蹄炖好的话就会非常容易腥,所以说我们这里是加入白酒的 如果你不加白酒的话,在下一步加开水的时候,记得加上一整瓶的啤酒 我加了白酒,所以直接就加开水就可以了,然后加上提前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 同样选择高压模式,豆提筋键,40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呢,这款电压力锅它非常好,有一个开盖收汁的键 我们可以延长一下时间,先收汁上大概20分钟左右,看一下这个汤汁 收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猪蹄也是同样非常非常的软 加起来就咚咚咚的像果冻一样 我们这样炖的这个猪蹄真的太香了,而且时间非常短 整个过程也不用看管,非常省心的 同样电压力锅做炸凉饭也非常好吃 里面我放了黑米,糙米,藜麦,红豆,红米,大黄米 还放了一小部分的白米,选择炸凉饭就可以了 所有的食材都没有提前泡 有这样做好的炸凉饭,像有一些空堂的朋友们 或者是担心发胖的朋友们可以去做这个炸凉饭来吃 做多了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直接放进保鲜膜里冷冻保存 然后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吃都没有问题的,吃的时候再加热 就和刚蒸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经常吃炖牛羊肉猪蹄之类的 这款电压力锅食用性真的非常强 40分钟轻松搞定各种难炖的肉类 而且整个朋友过程没有任何声响也没有争气 有了他妥妥的提升下出的幸福感